六三主場的大埔 上半場先有葉佳主射的十二碼 被神希門將頭羽救出 其後安基斯這下門將都頭曬行 但偏偏門前補射高出 原半場前最具威脅的一次攻門 是來自神希的一次自由球攻勢 由卡爾接應羅伯圖的船中 頭槌攻門大被門將飛身拖出底線 半場雙方互加白卷 下半場安基斯接應祖利亞的斜拳 在中路踩紅柳推進 用他的黃金右腳施射 可惜僅僅柱邊出街 李恆匯左路引球推進 擺脫對手之後傳中 羅伯圖趁對手解圍不遠 用右腳勁射 被門將飛身拖出底線 葉佳之後接應隊友的妙傳扎位抽射 被喉宇及時救出 完場前五分鐘 基頓在禁區重犯天條 球證直指十二碼兼出時王牌 神希由巴黎操刀射入 領先一比零 其後大埔傾力反撲 但始終未能平反敗局 就算之後有潘街兩魂一紅被捉 最終神希都以一比零擊敗大高 全取三分升上榜首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 李冠月果到